我本來是要息事寧人 但是我現在不告不寫了 李小姐對不起 我一定要告 MeToo到現在 那個演藝圈已經 血流成河 但是 都是雜貨還雜貨的 頭一斬 雜貨還要還雜貨 借他十萬 反昭悟空 省情未遂 廖郡主拐杖報案 不告不寫 我今天一定要把 這個事情結束 因為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我身體還不是很好 我後天要祝願 大後天要開刀 因為我有一個 遺傳性的動脈瘤 6.5公分 71歲廖郡意外捲入 MeToo風暴 王宏彥爆料 當年被男性性情未遂 提示是中風有兒女的演員 景德認為該文影社 爸爸廖郡 列記私訊 你有睡到他嗎 廖郡回應沒有 否認指控 王宏隨後也刪掉文章 我如果有家他安爭 我那會怨氣 好心 沒有好報 當初我還借他十幾萬 好啦 這個女人愛紅 就給他去紅 反正我們也紅過了嘛 哈哈 23號廖郡先生大胡派出所報案 這也是他中風後首次露面 懷緣當初在報紙上看到對方缺錢 不只給了十萬救急 還介紹他給西說台灣製作人認識 我真的是想幫他 我只有跟他見過兩次面 兩次媽媽都在 他說有一個資深演員 形象非常好 已經中風 現在把FB都交給他兒子 人家就寫說是廖某嗎 他說親愛的感應到囉 意思就是你猜對了 雖然他沒有指明道姓是我 但是是不是很清楚他在影射我呢 他那一天也是跟我講 我不是在影射你 我影射的人已經入獄去關了 而且那個人被火紋身過 他既然講說不是我 那他就說完了嘛 我爸其實很多次想要原諒 原諒當事實 我爸有跟我講 其實台灣人其實都蠻善良的 你真的有做錯事 你就好好出來面對 然後好好認錯 但這位小姐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認錯 大家冷靜兩天嘛 但是兩天以後 好啦 新加坡的朋友也打電話來 我大言說廠商也打電話來 人家現在廣告要上啦 形象變成一顆 一個什麼犯 我本來是要息事靈人 但是我現在不告不行 李小姐對不起喔 我一定要告 王大言家什麼 你大概算是什麼 會到七位數嗎 還是六位數 七位數是一二 百萬啊 有啦 有到百萬啊 有啦 有到五百萬啊 沒有啦 沒那麼多啦 夠好賺 中方的人還要賺那麼多 MeToo到現在 那個演藝圈已經 雪流成河 但是 都是女生的 過女生的 頭一層 女生的 要過女生的 哈哈 哈哈 我們的賈情都課演藝圈談啦 所以我們要珍惜他 不要把演藝圈搞得烏淹瘴氣 但是偏偏就有這種 要趁溫度 趁溫之熱度的人 我非告他不可 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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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